在学校玩得这么还好吗 这是高院科大举办迎新晚会啊 学生会特别找来四名辣妹舞者 到钢管舞 还跟台下的同学一块热舞 这影片被上传到网路上 但现在被骂了 有人说啊 这学校搞得像夜店 四名穿着清凉 身材火辣的女舞者 在舞台上展现辽冷的舞姿 甚至还邀请台下的学生 一起上台亲密互动 贴声热舞 简直就像夜店一样 引起许多台下学生的惊呼 直见男同学被脱光上衣 四名女舞者轮流摆出 各种性感诱人的动作 让台下的学生简直为之疯狂 不但有女舞者的劲爆演出 还有DJ和正儿电音 帮忙吵乐气氛 实在害到不行 这段影片被po在网上 还取名为学校像夜店 因为这里就是高雄某大学的 影星晚会 让许多的网友都觉得很夸张 没有脱去演出 学校对于学生的活力表现 都是应该给予证明的支持 不过校方也澄清 迎新晚会是由学生会办理 本来就是个开心的场合 而且这只是晚会中的一小部分 纯粹只是为了带动气氛 也因此吸引了多达500名学生参加 效果十足 就请大家不要抬急叫